作詠4000萬豪宅的湯諾文 最近事業得意 成為無線的當家花彈之一 加上他又努力Keep Fit 成功解破不鏽鋼 可謂要養有養 要財有財 但靚湯自18年與羅天宇分手後 一直未遇到真命天子 他就說因為要嚴選拍拖對象 寧缺墨籃 不過想不到靚湯原來曾經是一個相當多疑的女友 經常偷看男友手機 令被人說是女版福爾摩斯 他更瘋狂到試過這樣做 我試過在他上班的地方等兩小時 為何要這樣做呢 那時候眼覺 之後冷戰 我經常覺得他會找別人 我就看他下班 是否真的下班 還是會很變態 那時候真的是 還要是旺角街頭 然後我那時候 你不吵我還沒的 還沒的 那沒的 旺角街頭站著看著門口 因為會失敗的 旺角有多少人 然後不停看著 為何你會這麼沒安全感呢 小時候第一次拍拖 怕被人傷害 然後經常都怕他有別人 然後怕被人喊 會不會走的 嗯 即是 我在我心目中就一定是OK的 你唯有說 你又擔心被人困了 一定是很漂亮的 即是因為那時候 喜歡嘛 也會傻一點 不過現在的靚湯已經不再那麼傻了 明白相處最重要是溝通 現在的他就既成功作 感情是隨緣 不過出名喜歡摘在家的他 今個情人節 都是注定做孤獨摘女 希望你快點找到真命天子啦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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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